王思佳 整天上網炮轟綠茶錶嘛 對不對 很厲害耶 那個用字譴詞 非常非常的精準 你是在抄襲當年 當年罵你的話嗎 聽說你拍過九部的電視劇 兩部網路劇 一部電影 還發過五張專輯 請問你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你拍了這麼多的作品 但是現場沒有一個人知道 分析評審待會進場之後呢 會接受我們現場的變手 來進行火烤 還有防守 一攻一防 或許在待會兒 可以看到相當精采的火花 接下來就讓我們歡迎 今天的飛行評審 王思佳出場 追蹤做的咖 敢不敢言 常在個人的YouTube分享愛情觀 心距靈發的好看 對身處迷茫的人來說 無疑是一盞明燈 曾經改變的咖 也可以說是一本戀愛教科書 看到我們今天飛行評審 姿態非常高的感覺 來 思佳姐現在緊張嗎 一點都不緊張 一點都不緊張 你期待待會兒他們會 對你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我只希望他們可以 頂得住我的反擊 哇 非常期待 我們接下來就邀請 攻擊方和防守方的變手 舊定位 姿佳姐你覺得 幫你說話這兩位給力嗎 如果兩位沒有事的話 可以先回去了 回去 三點 拒絕救援 身高 是真的可以回去嗎 麻煩派兩個身高 比我還要高得出來好嗎 沒有人了吧 有 有 我 沒有啦 還有許欣揚 不好意思 謝謝 好 醜了也不要走 好 思佳姐對自己已經是信心滿滿 覺得可以一一抵走 沒關係 要不說我女兒睡了 誰要來這裡啊 那我們接下來 準備好的話 五分鐘 倒數計時 請開始 這邊想要請問一下 思佳姐請教一下 聽說你拍過九部的電視劇 兩部網路劇 一部電影 還發過五張專輯 請問你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你拍了這麼多的作品 但是現場沒有一個人知道 來…我來… 陳大天 這種卡銷交給我就好了 大天 如果連你 都有小燕姐這個乾媽幫你出兩百萬 我有幾個乾爹 陳大天每一首歌我也都知道 他點閱率也沒差 其實不是兩百萬 是大概一千八百萬 下去 思佳姐 大家都知道 王思佳什麼都不會 只會炫富嘛 買一堆包包 買一堆鞋子 還在育兒房花費了五十萬 不花錢在臉上 哈囉 我跟你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是演藝圈第一個要花那麼多錢 讓我自己不要那麼漂亮的人 老大有問題耶 真的 你還有要問嗎 沒有… 請下去 思佳姐 我覺得呢 等一下 你叫我什麼 思佳姐 思佳姐 思佳妹 我覺得呢 就是呢 平常都說自己很時尚 但其實你的時尚很單一 不是滿滿的Logo 就只有粉紅色 因為你的年齡 我覺得應該可以找到 更適合的穿著 By the way 我覺得你今天穿得 螢光棒 我跟這位主播報告一下 這個顏色叫做T&D網美色 知道嗎 搭上我的黑髮就叫做 換我…了 懷孕了是不是 對 先禮後兵… 小心… 我想問一下思佳 因為其實我們藝人 最喜歡去搜尋別人的名字 在上面 我就搜尋了思佳 然後發現他出來的新聞 都是 王思佳跟誰誰誰吵架 王思佳跟誰誰誰鬧翻 王思佳罵誰誰誰是綠茶錶 我就想問思佳姐 你有這麼多的時間 你為什麼不花時間 去對社會做點好事 卻一天到晚要找別人吵架 被幹狗龍這樣講 好像有點怪怪的 對不起 我不對孕婦出手 來 浩平來 好 我對孕婦出手 不是 你對孕婦出手 真的是沒水準 你要知道思佳姐 就是賺錢賺得很快嘛 所以她有時間跟人家吵架 哪像你還需要找一個 假的富三代 你不要找了… 發現孕佳放兩條線 還迫不及待放在網路上面 想要搶業配啊 沒搶到… 竟然還有 你還有啊 王思佳 整天上網炮轟綠茶錶嘛 對不對 很厲害 那個用字譴詞非常非常的精準 你是在 在這邊跟大家宣布一個好消息 我很快就要推出 微乳綠茶加賴點 還可以打八七折 像你這種八七最適合點 推銷啊 好… 讓我來… 還有人敢 我想請問一下 你今天 憑什麼來當大來賓啊 你不是應該跟我們來當選手嗎 沒錯 大天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了 是 我其實不跟比我醜的人吵架 我怕別人以為是我在欺負他 就這樣 好… 人生攻擊 真的啊 完全沒有作用耶 真的啊 請問你 真的啊 你這是你幹嘛 在這邊幹嘛 不要講出來 你今天說要趕通跳 對… 五分鐘太長了 私家姐已經解決掉了啦 我們都攻不過了… 還有很多問題嗎 不然讓陶子姐來發問 一定要 陶子姐來發問 陶子姐請說 沒有… 我只是覺得 怎麼那個攻方啊 他們跑到王私家旁邊的時候 都矮了十公分啊 我覺得浩龍你看起來特別矮 你是不是在害怕 沒有 我就長得很害怕 天生就害怕了 害怕的臉 反正剛剛致死我的人 我都記住了 你們是節目 是節目啦 你節目比我們啦 變出大明星 然後是故意的 他們也是被迫 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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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他穿一下櫻花棒 他穿得像紫菜蛋花 他好像都沒人講 忘記你了